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辞退了他 更惨的是 在国家最先颁布的政策上指出 未来要对单身人士 收取更多的水 这重重拿捷 让水哥一蹶不振 他来到酒吧祭酒消愁 结果又遇上了打劫 歹毒要求在场的每一个人 致电给自己的亲人来交钱熟人 每一个人都一一拨通了电话 轮到阿牧这 他一时不知所措 原来阿牧的父母很早过世 既然一生的他 没有朋友 也没亲人 你看在场的人陆陆续续全都离去 只剩阿牧一人 他一时难以自控 和歹徒聊起了自己悲惨的遭遇 听着阿牧的讲述 歹徒一个个都身表同情 可他们也是有原则的 说打劫就打劫 他让阿牧不管有什么办法 必须找个人过来 阿牧想来想去 只好打给了警察 看着赶来的警察 歹徒气得直哆嗦 就要现场死票 好在警察及时击毙了歹徒 阿牧这才逃过一劫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甚至倒霉的阿牧 却踩上了香蕉皮 直接运了过去 没曾想 这一摔还真帅出了狗屎运 一个名叫齐替的女孩找上了门 原来 在阿牧很小的时候 父母为她买了一份奇葩保险 大体的内容是 在阿牧28岁后 假如还是单身狗 保险公司就会给她一个女友 说着 齐替拿出一个戒指 让阿牧戴上 然后告诉她 从现在开始 不管她丢任何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 就会变成阿牧的女友 阿牧半信半疑 在洗澡的时候 她试着将肥皂扔了出去 神奇的事发生了 肥皂瞬间 变成了一个胖胖的肥皂女 肥皂女特别爱干净 每天都抓着阿牧洗澡 这个把阿牧这么疯了 她找到小白 想要退货 小白却告诉她 只有将肥皂快速用掉 她才可以解脱 回到家 阿牧便疯狂开始弄脏自己 反正 怎么脏怎么来 在经历了各种洗刷刷后 令阿牧没想到的是 肥皂女 竟变成了 肤白貌美的女神 阿牧瞬间怦然心动 为了不让她消失 阿牧不再用肥皂洗澡 改用了沐浴露 肥皂女看到后 以为阿牧变了心 一番争吵后 肥皂女在大雨中 瞬间化为泡沫 这一次的恋爱 让阿牧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她随后把陪伴自己 多年的金鱼 变成了女孩 金鱼女漂亮又可爱 可是闹心的事 她只有奇妙的记忆 于是他们不停地回忆 不停地忘记 为了让她记住自己 阿牧在她手臂上 画上了自己的头像 可金鱼女却无意写掉了画像 她再次忘记阿牧 等阿牧找到她时 金鱼女因为 自己大卫王的能力 被所有人围观 阿牧心疼地把她带回家 她再次醒悟 金鱼女不适合自己 于是 她将金鱼女又变成了金鱼 有了前车之鉴 阿牧认为 一个独立自主 还能保护自己的女生 才是她心中的女友 于是 她把家里的菜刀 变成了女友 这个女友不一般 高龙女神范 无力值 也是相当报表 可是 她却心有所属 她一直对自己前任主人 念念不忘 她想回到前任主人身边 这一切 阿牧看在眼里 她知道 强扭的瓜不甜 于是又人痛 将她还给了她的主人 这两次失败经历 让阿牧的心态彻底崩了 这谈个恋爱 怎么就这么难 奇弃安慰她 不要着急 下一个也许就是对的人 这一番话 让阿牧觉得 琪琪在笑话自己 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为了尽快找到对象 阿牧开始 无戒操变换女友 什么俄罗斯套娃女友 仙人掌女友 再来个咖啡豆女友 可换来换去 都不是阿牧想要的 烦躁的她 把手机丢了出去 手机界就此登场 事实证明 她才是最了解阿牧的人 一出场 她就把阿牧安排得 明明白白 阿牧觉得 自己找到了真爱 于是 她将那枚戒指 交给了手机女 万万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 手机女的阴谋 因为阿牧过度使用手机 丝毫不顾及她的感受 她对阿牧早已怀恨在心 而她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为了 骗取阿牧的信任 她变出了一帮手下 合力控制了阿牧 然后又以阿牧的名义 给琪琪发了信息 告诉她 自己找到了真爱 已经不需要她了 心思敏捷的琪琪 看出了端倪 她不放心阿牧 便找到了她 此时的阿牧 已经被手机女控制 她被迫开始攻击琪琪 在纠缠中 琪琪不绞心 将阿牧推下了楼 神奇的事发生了 阿牧竟神奇般 恢复了身体的控制权 原来 琪琪的手上 也同样有一枚戒指 接下来 两个戒指的对抗 正式开始 意识剑不分伯种 您看手机女电量耗尽 琪琪趁机制服她 把她变回了手机 此事过后 阿牧终于明白 原来 自己的真爱就在身边 她与琪琪互通心意 过上了 没凶没笑的幸福生活 影片完 那么 如果你有一枚神奇戒指 你会变一个 什么样的伴侣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你不是一个人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都说淡然不死 必有后福 谁知倒门蛋 等阿牧找到她时 金鱼女因为 金鱼女因为 自己大未网 便找到了她 此时的阿牧 已经被阿